财运如果足够旺 那么赚到钱就会多 而财运衰则容易破财 想要过上富足的日子 就需要有足够的信心去提升自己的财运 因为财运是自身气场强大就会变得更强 如果自身弱也就会变得衰败 今天小编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 哪些生肖的人 十月起喜逢财神爷 五福运财 家中有大富贵 崔旺财 不是百万元命就是千万元命 生肖猪属猪的人性格比较含蓄内敛 遇到事情会选择一个人扛 十月审便官德天德吉星庇佑 财神爷大笔一挥 届时好运加持 其间招财聚财变得容易 接住好运 定能吉祥如意 有百万元命 此外生肖猪的他们 未来三个月创业者商务合作变多 赚钱专案也增加 同时应当注意 遇到问题不要总是退缩 总要面对的 相信不羁愧步 无以至千里 经过一番努力 不久的将来会拥有令人羡慕的生活 生肖虎属虎之人 十月财博功德太阳吉星照耀 因此好运 有望一改早期阵子麻烦是较多 生活压力巨大的现状 届时好运难挡 财神爷大笔一挥 一夜暴富 有百万元命 升官发财必战一样 同时对于有些生肖虎的朋友而言 虽然事业中多有挫折 但是只要沉下心把路享清 基础打牢 努力伴随着吉韵 不久的将来做人做事 深得领导信任与提拔 生肖蛇属蛇之人 刻苦耐劳 重守信义 而且做事胆子非常大 十月饱受官的凤吉吉星照耀 届时家中好运不断 财神爷大笔一挥 他们有钱有势大富大贵 倘若接住好运 竟想荣华富贵的生活 有百万元命 同时属蛇之人要珍惜 对自己好的人 他们才是你真正的贵人 不出几年马上就有机会大赚一笔 生活水准蒸蒸日上 生肖姬属姬人心性比较烈 做事比较固执 如果要爬上山顶 即便遇到再大的风雨 也会坚持往上爬 其为人真诚 从不欺骗别人 十月有财神爷光顾 紧接着有菩萨过家门 四方财员会集 财气冲天 有千万元命 可能会有发横财的机会 无论投资或者买彩票 都可能中得大奖 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未来的财富之路一片光明 生肖属属属人 有点小抠门 经常被朋友们鄙视 但其精明能干 善于拓展财路 只要能够发财 各种途径都愿意开拓 有千万元命 十月各路财神会集 其运势高涨 有望获得横财一笔 足以享用后世 天降大财 属属人此生无有一时之忧 自可享福到老 生肖牛心地善良 对他人友好 有千万元命 心宽体胖 肚子能撑的一条大船 而且很懂幽默 经常能够把周围斗得前仰后合 十月天降祈福 财神 菩萨到家里来 拨洒无数横财 属牛人 自可以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 以后的日子越来越顺利 帅 石 石